那么我去再录一个视频 方法的获取和访问 首先跟咱们刚才的第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 跟咱们刚才的第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还是先去把这段代码直接copy过来 那么我们去做一个 我先把代码格式化一下 好 我先去实力化一个对象 实力化一个对象 扔try里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异常捕获 异常捕获 异常捕获我就直接catch一个exception得了 好 然后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对象已经实力化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进行方法访问了 那么我给person去写上几个方法 写上几个方法 首先第一个 咱们先做一个什么public void show public void show 好 这里面我们输出一句话 show括号 好 再来 private void show 这什么呀 这个方法跟上面的所有方法组成什么关系 重载关系吧 对吧 好 再来一个 private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在这个类中写了三个方法 都叫做show 他们呢是重载关系 他们是重载关系 然后呢 有public权限的 有private权限的 有有餐的 有无餐的 有静态的 那么基本上呢 一个类中的各种方法呢 咱们基本上都考虑到了 哦 再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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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加上一个带有返回值的 带有返回值的 好 那基本上呢 每一个方法呢 咱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每一种情况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个方法该怎么样去分别访问 怎么样分别访问 所以首先 咱们先来看一下public权限的 public权限的方法 那对应的方法获取呢 已经说过了 它的方法呢 是cls.get get measured get measured 来看一下参数 第一个是string name 就是方法名 第二个呢 是class.什么鬼啊 是不是类型啊 对吧 类型啊 好 那么咱们先去获取 这个无餐的室友方法 这个无餐室友方法 是不是public的 是 无餐室友方法是public的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这样去获取了 measure的 measure的 OK 没问题了 那么measure的话呢 咱们也需要呢 去做一个导包啊 加了点long 点reflect 加了点long 点reflect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measure的点 点invoke measure的点invoke 是执行方法 measure的点invoke 是执行方法 那么在invoke的时候呢 第一个参数 obj代表呢 你到底要执行 哪一个对象里边的方法 哪一个对象的方法 那么第二个参数 object 点点点 那个呢 就是一个参数了 实参 实参 好 我们去运行程序 看一下结果 程序呢 是show 最终结果呢 是一个show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可以正常执行的 这个呢 是一个public权限的方法 是一个public权限的方法 好的 然后呢 咱们再往下走 咱们再往下走 这个是一个public权限的 然后再往下呢 咱们来看一个private 权限 private权限 然后呢 private权限 用什么获取呀 cls什么 get declared method吧 对吧 get declared method ok 那么方法名呢 还叫做show 参数呢 来看一下参数 私有的参数 是不是int呀 对吧 int ok 那么我们就写一个int.class int.class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把前面的去 这个接受一下 method method 2 这个呢 是一个私有的private权限的方法 所以如果要执行的话 还需要怎么着 method 2什么 点setaccessible为 true对吧 setaccessible 好 最后呢 咱们再来一个 method 2 点invoke invoke object 然后第二个呢 这块内容 aggs里面我们要写的是 食餐吧 对吧 食餐 123 好 那我们去运行程序 看一下结果 show冒号123 没问题了 好 这个是这一点 然后呢 再往下走啊 再往下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静态的 静态方法 其实静态方法的获取 跟刚才那个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呢 这个静态方法呢 我记得我也给它设计为了 私有的权限 所以我们可以 crs.getdeclaredmeasure的 来一个show 然后呢 参数是一个 string 点class 同样 mether的3 点setaccessible为 true 否则呢 你无法访问 然后接下来呢 mether的3 点invoke执行 第一个参数 写什么 静态的写什么 什么都行 对吧 但是我们习惯上写no OK 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就写上食餐了 hello 那好 我们去运行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方法呢 确实执行了 这个是静态的那个方法啊 确实执行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这个静态方法是有返回值的吧 对吧 这个静态方法是有返回值的 那么这个返回值的话呢 咱们该怎么去拿呢 这么拿 invoke方法呢 它本身也是有返回值的 在这我说一下 写到笔记里面去啊 方法的调用啊 方法的调用 在这呢 有一个invoke invoke 然后invoke方法的话呢 是去执行 执行 获取到的指定的 指定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方法 是有返回值的 这个方法是有返回值的 那么返回值 就是执行的 方法的返回值啊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呢 就是他所执行的 method的 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所以在这呢 咱们把这个R1T呢 去接收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结果 我直接去运行 直接去输出这个R1T 那我们运行程序 最终结果就是 中国号hello 而这个中国号hello呢 就是刚才 我在person类中的 这个方法最终的 拼接的一个字符串 做到返回值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这个方法调用 也就结束了 那就这么多